今年第一位访华的美国高官 美国财政部部长叶伦大陆行 进入北京重头戏 但转播画面刻意避开地板 被外界解读 由于叶伦先前曾发表对大陆施压的言论 没铺红地毯代表没高规格相迎 少了一点善意和欢迎的味道 即去年七月叶伦访问大陆后 这次又和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再度碰面 叶伦对产能过剩的疑虑 李强了然于心 但李强在致辞时 搬出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日前与美国总统拜登的通话 期许两国关系 因朝更成熟方向发展 中方真诚的希望 我们两国要做伙伴 而不是做对手 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大陆官媒新华社分析 美国担心大陆产能过剩 威胁美国就业 但陆方何尝不是对美国贸易壁垒 严重关切 大陆驻美国大使谢峰帮腔 认为产能过剩是假议题 因为放大到全球来看 优质产能并非过剩 而是严重不足 除了关切产能过剩 叶伦在与大陆国务院副总理 何立峰会面时 直接撂下重话 强调大陆企业不能对俄罗斯 提供国防协助 否则将有重大后果 叶伦周一将与素来有 大陆经济沙皇之称的 前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以及人行行长攀工盛会谈 经济议题领域 还会擦出哪些火花 外界高度关注 TVB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